日前俄罗斯国防部举行发布会 披露美国已重启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 尽管美方变更了相关项目的名称 但俄方认定有关活动本质上仍是研发生物武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拒绝接受核查的国家 国际社会对此早有严重关切 遗憾的是美方除了空喊几句口号 迄今没有做出有意义的澄清 不仅如此 美方还继续独家反对 旨在建立核查机制的夺边谈判 从根本上关闭了解决尊约问题的大门 在国家安全领域 美国历来言必称尊约 动辄要求别国接受核查 为什么在生物安全问题上 美国对本国的尊约情况 却讳莫如深呢 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国际社会不会接受这种美式双重标准 更不会坐视美国 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 置身法外 中方支持国际社会 以严肃公正的态度 继续对美国尊约问题开展审议 以切实维护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对其在境内外开展的所有生物军事活动 做出全面澄清 接受核查 停止阻挠国际社会 加强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